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将过境美国 南加州华人社团将于12日在蔡英文下榻的洛杉矶州纪酒店举行抗议示威活动 南加州华人社团9日下午在柔斯密巴巴巴海征大酒楼举办新闻发布会 呼吁南加各界华人华侨与8月12日一起加入到抗议蔡英文的活动中来 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反对台独封裂行为捍卫祖国和平统一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她在岛内实施去中国化、割断历史、篡改教科书 在国际上玩弄拙劣的金钱外交手段 不惜专可怜、以博得同情和支持 为了揭露蔡英文的丑恶嘴脸 南加华人华侨将团结一心 与12日在路产基洲际酒店门前举行抗议示威 发出我们的声音反对台独、捍卫两岸、和平统一 到美国过境的机会继续宣扬台独的理念 所以我们海外华人坚决不同意 所以我们这次会准备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活动 看到蔡英文担当领导人之后 从来没有认同这个九二公司 所以搞到社会非常的动荡 我觉得她要违规九二公司 我们有这个债人来提醒她 那边举行一个游行来反对台独分子 蔡英文利用过境美国的仇事分裂 中国的一个主张 希望这次的行动能够给台独分子敲行一个警钟 我在这里就是富裕12号 我们在洛杉矶的华人华侨 大家都到集会现场去 把我们的诉求、把我们的心声发出来 这就是反对台独、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美国国家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